大家好 我是冒地区的老顽童赵童达 今天我想讲讲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无奈 有的说很无奈 无奈是什么 是某些事 某些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事情我们解决不了了 说起来这个无奈呀 是很可怜的 可是也常常都会无奈 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就能够管制住的 我们能够主持的 或者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多事情 常常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前几天我们还是在一起 还是兄弟见了面 还勾肩搭配的 呵呵的笑呵呵都很高兴很不错 隔了几天忽然的一见面 见了我的眼皮子就翻着了 啊就挺胸跌肚的了 然后稍微的一打听一扫听 升职了 不是原来的他了当官了 啊他觉得很无奈 大家本来是好朋友好兄弟 他一当官就不是了 多了个社会多了个当官的 我少了个朋友 啊那你就觉得很无奈 其实我想 你这个无奈就有点无聊 那又何必无奈呢 你就微微一笑 啊我发现了人性 或者往小来说 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了 就完了 啊 那又何必 为这个那个沮丧呢 啊 当然了 你沮丧是因为你 觉得自己比不过他 升职的不是你而是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也用不着沮丧 啊 他升职 有他的各方面的原因 啊 学士啊 能力啊 交由的手段啊 啊 等等各方面吧 他有他的升职的原因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人家说有有因才有果 他的升职是他的果 那那个因是什么 你没有那个因 你也就用不着那个心理不平衡嘛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 呃 人生里他的很多无奈呀 都是多余的 啊 有的时候啊 就只能随遇而安 啊 你只能随遇而安 就好像现在这个社会 啊 比如说啊 最近啊 就是现在了 这个上海 啊 我们知道上海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啊 到时候都疯啊 都毒啊 然后人都不能不能从家里出来啊 就是很多人都感到了那个无奈 感到了那种那个 呃 啊 等等的吧 由于这个疫情带来了很多的事情 啊 可是 这些这也是一种无奈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遇到了 他的原因是怎么回事 到底为什么一下子那里的疫情就爆发出来 那我们也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 疫情为什么忽然在上海就爆发出来 前一段是在 啊 吉林那边啊 吉林那边现在恐怕也还没消停了 也还在有这个疫情 其他地方也有零零星星的 所以说跟这个疫情这两三年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事情太多了 经济也出了问题 啊 很多人 事业啊 比如说你特别是服务业的 你 啊 开店的 做饭店的等等的 人家没有客人呐 那个生意怎么办 那么 你你开店 你那个房租怎么怎么做 你的工人的工资 你怎么给他 到时候怎么给他开支 这都是问题啊 很多很多的无奈 可是 再怎么样 我们说 办法总比 困难 多 有困难想办法 总要去解决 只要活着 这口气还在 就是希望 啊 所以说你 你就要想到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随遇而按 怎么才能按 啊 很多人都没法按不下来啊 按不了啊 气 闹啊 跑出来闹来 甚至打人家那些 防疫的那些人员呢 你这是干什么 他也不容易 你不容易 他也不容易 大家都不容易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你闹 你你你发脾气 你来闹 你跟谁闹 能解决吗 你说那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那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那些难民 他逃跑的时候 他他内心里 他是什么 啊 但是他逃跑的还是好的 他还能跑呢 他还活着 被炸死的呢 啊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到 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 他发生了 我们遇到了 我们遭遇了 随遇而按 这个按字很重要 你不能你遇到了 你就疯了 你就是疯了 神经了的话 也是没有用的 啊 所以说呢 我想呢 这个有的时候啊 我们人这个心态呀 我们要自己能够调整 自己调试自己的心态 啊 如果你自己 这个情绪 你自己管理不住 你这个人 是个有问题的人呢 啊 把自己的情绪 吻下来 想一想 遇到事情 我们要想到 有些事情啊 它是 它发生了 不幸 被我们遇到了 我们遭遇到这种事情了 但是 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 想办法去适应 把这个时间 这个这一段 这个这个艰困 熬过去 不是发疯 啊 所以呢 要随遇而按 啊 问题在这个按字 你要能按 啊 不是你遇到了 你就闹 你闹没有用 都想闹 谁不想闹啊 你闹又怎么办呢 啊 所以呢 我想这个调试我们的心态很重要的啊 很重要 这个 啊 当然了 有些话 我也都说过了 再说多的话 好像也 也是 重复啊 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能听到我这个话 啊 听到了以后 有多少人能够深入的去想 去思考这个问题 啊 如果你真正的想了 思考了 你想通了 你要做到随遇而按 这四个字很重要 啊 呃 如果您 觉得我说的对 您就支持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您可以批评啊 啊 留言 我们大家来讨论 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